记忆就这样又回来了 中国人必须登上去 拨命的贪险 下去必死 我还是不愿意死 为了家国 为了梦想 你走了 已经五年了 与绝境之地 见无畏人生 2007年7月20日中午 安文斌突然接到 舅舅翟莫的电话 电话里面 你可以听出来 当时他背景 那个风的 那种咆哮 他能够无助 告诉我 你要做好后事 然后呢 阴行见无 2007年1月 翟莫花光鸡曲 四处借钱 购买了一艘二手帆船 他从山东日照出发 开始了一个人的 环球航行 半年后 航行在印度洋上的翟莫 在这通电话后 失联了 这是当年翟莫 起航以前 给我留下了 这个威托书 我于 2007年1月6日 起航 环球航行 如遇不测 特威托艾文斌 我 全权处理我的画作 同时 偿还 本人的欠款 辐射的是两页纸的 一个欠款名单 时光回到2007年1月6日 日照市政府 给了我50万人 解决了很大的资金方面的一个空缺 于是 他给这艘帆船 命名为日照号 火国航海爱好者 翟莫驾驶日照号 翟莫驾驶日照号翻船 从水上运动之年1月6号 原本是画家的翟莫 为了实现航海的梦想 驾驶买来的二手无动物翻船 从山东日照出发 开始了一个人 环球航海之力 我认为的所有的交通工具 唯一由翻船 是最便捷的 我本身是一个画画的 想通过航海的这种途径 去了解和学习土土艺术 一个人一面翻 翟莫满怀憧憬地出发了 而未来的一切 都模糊不清 潜意识地就觉得 还回不来了 安文斌是家中 唯一参与了 翟莫航海活动的人 翟莫甚至没有将 环球航海的事 告诉相依为命的母亲 她糊弄了老娘 就说她说航海 又不说航海 就说是又出国了 因为她解释太多以后 她过于担心 她没必要的嘛 我不会把所有的东西 准备齐了以后再走 我是边走边做调整 一旦时间搁得太久以后 我就怕意志力消弱 这是翟莫接触帆船航海的第七年 在航海界 她还只是个新手 1968年 翟莫出生在泰山脚下的一个矿场旁 15岁才第一次见到大海 应该说我是比较典型的 是一个叫类似于山明 32岁之前 翟莫并不了解帆船 更不知道什么是环球航海 那时候的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 2000年 翟莫应邀到新西兰去办画展 在这里 她遇到了一位挪威老船长 我就问这个老船长 我说你开这个船去过多少国家 他说我也地球转了 一圈半了 我就蒙生了一个 我说如果是我可不可以 他说基本上你要拥有了这艘船 你就可以 你就是船主了嘛 然后就买了一艘船 其实我当时买船的动机 就想去大溪地 大溪地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 叫高庚 当时我想去买一条船 去看看大溪地 看看高庚曾经生活的地方 正是因为画家的浪漫情怀 翟莫开始了自己的航海之路 从不卖画的他卖掉了自己的画作 在新西兰买了一艘八米长的二手帆船 花了五个小时学会了如何驾驶 伴随着拥有帆船的喜悦之情 翟莫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母亲 老娘 我在新西兰一切安好 前几日买了一条帆船 准备驾船出海仪式 不用管您 我会在过年前回家 以注意身体 宅墨 后来说你回家的时候 我老娘就问我 问我打鱼打得怎么样 我当时脑袋一蒙 后来是把我买船的时候 当成那条渔船 他对这种帆船没概念 从此翟莫迷恋上了大海 直到七年后 他终于开启了一个人的环球航海 六月九日 翟莫驾驶日照号 穿越了迟道 进入南半球 家板上很烤得慌 因为没风 航行的速度什么 你就提不起来 离家走得很慢 迟道无风带 是只迟道附近南北纬五度之间的地带 这里太阳中年近乎直射 风速微弱 一旦无风 五动力帆船则无法前行 五天时间 船停在大海里 几乎看不出移动的迹象 海上静啊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的 一点波纹都没有 你还不知道从水里边 能冒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恐惧感涌上心头 每当这时 翟莫总会想起家中年迈的母亲 老娘 我一切安好 天气渐热 你在家可好 我现在在的地方 天是蓝的 海靠近赤道 呈现藏蓝色 帆饱满的打开 这样的风下 就像谈恋爱的季节 这是一个 嫌有人写信的年代了 但在这茫茫深海 翟莫只能用这最传统的方式 悉妒下自己的心情 记不出的家书 排解不了的苦闷 煎熬之下 翟莫用画笔画下大海 也是画下了自己的思乡之情 翟莫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 不同于五个哥哥 他自幼体弱 患有哮喘 无数个因哮喘而难眠的夜晚 是母亲的枕边陪伴 悉心照料 我说给我老娘的关系是最好的 很多好吃的都是我吃了以后 那些哥不一定能吃得着吗 离开赤道无风带后 翟莫于七月 途径印尼雅加达 进入了印度洋 整个海面上 挂了给鬼哭狼嚎那种声音 你还不知道 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 翟莫与风暴斗争了12天 斗争中 日照好的船舵螺丝断了 因为当时我的船是一个二手船 因为时间长了以后 它那个舵的那个落色被断掉了 我就用备用舵七天左右 就一直收不离舵 当时我的手是伸不开的 绝望之中 翟莫给一直关注着 自己环球航行的外甥安文斌 打了电话 告诉我你要做好后事 那个时候呢 我第一反应就是说救他 安文斌联系到了翟莫 所在海域附近国家的海上救援组织 对方答应救援 但当他告诉翟莫这个消息时 却被拒绝了 如果是来搜救的话 它是叫救人不救船 当时我就放弃了这种 就是试救的方式 有这条船才能坚持我的那种航行吗 文斌 我告诉你 不要救我 这是最后一句话 等嘛 你到底是活着还不活着 五天后 安文斌终于接到了翟莫的电话 我一听了电话我就知道了 因为他电话里面不焦躁了 后边也没有风浪声了 我就知道得救了 原来 当天安文斌告诉翟莫 离他最近的岛是狄哥加西亚岛 这里是英属美军基地 未经允许不可靠近 抱着赌博的心态 翟莫驶向了狄哥加西亚岛 快到基地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所有的通讯设备 全部给关掉了 因为拔掉他们就没法呼叫我 所以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往那岛上去靠 大概我已经看到那个岛的时候 就出来了两个黑点 十二个大兵 都合枪失弹地就让我停船 然后他就把我压的那个基地 进了一个房间 到了晚上 他来了一个应该是当官的 就问 您我不会英语吗 他说有没有会英语的人 我就把香港的一个记者 这电话给他了 叫我们相当于三方通话 第一句话就说我非方闯入 踏过领土需要盾监狱或者罚款 我说盾监狱 盾监狱 这样的话我要考虑可以休息一下 结果我那朋友在给我解释 说我是中国第一个环球的 因为船的问题就是被迫到了这个地方 应该是那个头对我还是不错的 他说我们也不罚你款 也不扣你 我们把那个船给你修好 你第二天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第二天上午 几名士兵送翟莫去码头 日照号也已经被他们修好 出发前 翟莫和士兵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离开迪哥加西亚岛后 翟莫来到了非洲岛国塞舍尔 在这里享受了近一个月的美好时光 8月28日 翟莫离开塞舍尔继续环球航行 9月6日 他进入了世界上最长的海峡 莫桑比克海峡 9月7日凌晨 黑暗中翟莫隐约听到马达声 一个人航海应该是相对的比较困难 因为每天的休息大概一个小时 或者是两小时 雷达发现一个黑点 他尾随着日照号 而且在迅速地靠近 翟莫怀疑遇到了海盗 当时他老跟着我嘛 忽明忽暗的 我也把所有的电子仪器 包括航行灯我全部关掉 他要说看不到我的灯光 他就怀疑我的船是不是海盗 你想想盲航对一个航海来说 这个是什么 你这个不要命的人 他去赶仗去航行 心里就豁出去了 没有任何害怕的概念 就是要么他战胜我 要么他就打败我 这无所谓的就在两种结局 就这样 翟莫与对方无声地对峙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天亮后 那条船忽然不见了 劫后余生的虚托中 翟莫对于最初的航海目的 产生了动摇 老娘 老娘 年幼时 你总是因为我的小船病 而不让我出门 长大后 我去航海 最初就是为了自由 可现在置身茫茫大海 困在这艘船上 真的自由了吗 如果刚才命丧那艘幽灵船 我会后悔吗 带着疑问 翟莫向着非洲最南端驶去 11月18日 翟莫即将穿越非洲大陆的最南端 厄加勒斯角 这里是著名的危险海域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风高浪急 那地方是大西洋和印度洋交汇的一个区域 说那个涌啊 就相当于开了锅一样 它要颤涌 走起来是非常麻烦的 另外是 我还在那地方 遇到一个很奇特的时候 到现在解释不了的一个谜 就是我所有的仪表 都是跳的乱码 就是包括指南针 包括我的那个GPS的那个位置 那个显示的数字 都是乱码 翟莫就这样 在一气大舵失灵的情况下 磨黑浅进 大概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以表态恢复正常 凌晨四点 日照号终于成功穿越厄加勒斯角 我感觉一次一次的就像历险记一样 回首风浪之中的厄加勒斯角 翟莫突然解开了关于航海的疑问 他在航海日记中写下这样的内容 此时 我面对大洋 想到恐惧脆弱 这几年为自己的环球航海 所做的种种事 为何在海上 总算真正找到答案 为了真实的自己 好好活着的人 我曾质问自己 如果命丧那艘幽灵船 我会后悔吗 不 即便生命即可停止 我也不会有什么遗憾 因为 我早已将生命的意义 分解在每一分钟 茫茫大海之中 通信只能靠海市卫星 昂贵的化费 让翟莫不敢随意使用 海市卫星电话 是一分钟八美金 但今天是除夕 翟莫忍不住拨通了 山东老家的号码 华雅平安 就机房都挂电话了 聊聊几句 其实只是不想让母亲担心 活到小的时候 就是因为老有很多的矿难 然后一个井就突然坍塌了 就是人出不来了 因为我老爷子是矿工 他说一听到那个井下的 就是救护车过去的时候 家人是最担心的 从小宝长担心滋味的翟莫 不想再让七十多岁的母亲 整日提心吊胆 隐瞒航海的真相 是他认为的最好选择 就在此时 远处的海面突然躁动起来 大海送来了一份新年惊喜 十几条海豚出现在日照号的四周 表演着只属于翟莫的豚舞 2008年2月13日 翟莫抵达巴西弗塔莱撒港 2月28日到达委内瑞拉 当地报纸报道了翟莫环球航行的事迹 3月21日 翟莫通过了巴拿马运河 时隔一年零三个月 重回太平洋 5月16日 翟莫到达美国夏威夷 12月11日 翟莫朝着中国台湾方向前进 日照号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就在此时 翟莫收到了台风正在逼近的气象传针 为了躲避台风 日照号只能调转船头 向着菲律宾方向前进 翟莫日夜兼程 将帆船开进了菲律宾的一个无人小岛上 当时我在一个岛上 然后又开始发烧 翟莫翻出了船上储备的抗生素 却发现药早已过期 吃的都是过期的药嘛 就是我增加了那个药量 就本来吃两片 可以吃到四片 我说是不是命该如此 不然你想到时候 你麦泽伦死在非得拼 绝望之中 翟莫拿起手机 写下了这条短信 高烧五天 无道无依 风大浪高人无力 是否命归非 母亲 儿子不知道能不能回来看您了 然而 这条短信最终并没有发给母亲 因为我不可能让他告诉他这个 告诉他这个就相当于 一个不祥之兆似的 也许是上天的眷目 五天后 翟莫竟然康复了 人类是太渺小了 没法征服自然了 所有的极限都是挑战自己 不会挑战自然的 自然是永远各在人的地方 您现在看到的是迎接翟莫归来时 庆渡大会的会场 历经两年七个月十天 翟莫驾驶之日照号 重回山东日照 成为驾驶无动力帆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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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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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